近日,成都大运会各项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中,大运村附近的美食街同样热闹非凡,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成员在闲暇之余,不忘品尝成都当地的火锅串串烧烤等美食,咸香爽辣的成都味,热情四溢的用餐氛围,让他们流连忘返。 7月31号晚,在大运村对面的一家串串店内,作物虚席,不同肤色的时刻,各种语言的闲聊,让原本就不大的小店显得格外热闹。 记者现场看到,很多外籍代表团成员能熟练搭配蘸料,挑选自己喜爱的食材和辣度适宜的锅底。 波兰小伙马清凯维奇,食用筷子十分灵活,他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的食物,来了成都就想挑战辣的食物。 食物很美味,但为了我们很辣的食物。 我喜欢挑战辣的挑战辣,每天的能力。 我们很喜欢地方食物,我们尝试了一些馅料,一些辣椒,一些肉串,也很美味。 我们能够使用这些,这不是一个大问题,但我喜欢吃烤肉串。 在川山店隔壁的川式烤肉店内,澳大利亚、日本等代表团成员以及运动员家属相聚在一起。 大家吃着烤肉欢快地唱起歌曲,欢声如雷。 澳大利亚姑娘艾米利告诉记者,能有时间体验这样好吃的美食和活跃的气氛让她很高兴。 面对这样火热的生意,作为烧烤店老板的黄长健脸上满是喜悦。 在服务外籍代表团成员时,她显得十分轻松,能用简单的英语口语进行交流,在辅制以翻译软件和肢体语言就能完成点菜下单。 黄长健说,这样火爆的生意已经持续几天了,虽然很累,但是看到大家为中国美食点赞,她内心很自豪。 确实没想到太火爆了,没想到,今天全部也是用英文的菜单嘛,然后我们说话了,就自己去练习英文嘛,肯定要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成都的饮食的一个魅力。 我觉得还是为我们中国这种文化还是感到比较自豪。 谢谢。 谢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